你要相信 自信亲近圆明体 为什么呢 能生万发 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 三宝的敬德是自己 自信 本具的决正经 所以皈依佛 皈依三宝 要皈依自信三宝 那你真的皈依了 你皈依外面的三宝 是假的 这个要知道 外面三宝 佛是佛像 佛像 应语说得好啊 尼菩萨过后 自身难保 特别是在战乱的时代 天然灾害的时代 那寺庙都毁掉了 所以你要想得 那是我们归于初 不是 归于自信 归于自信 就是佛 归于佛了 归于自信正 就归于法了 归于自信 近了 就是归于身了 可是外面 这个三宝 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 提醒你 佛弟子 家里都供着佛像 经书 菩萨像 菩萨是身 所以看到这个像 提醒自己 真正用意在此地 时时刻刻提醒你 别忘了 觉真经 天天念着觉真经 我有没有回归觉真经 啊 觉真经的反方向是 明显然 啊 世出世间的善根 根 能生善法 啊 不贪 不撑 不吃 三善根 能生 世间善法 三善道的善法 啊 人道上去 就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二十八成天的善法 都从 无贪 无辰 无吃 而生 啊 有贪 吃的时候就没份了 啊 啊 那就是下三道了 这个要知道啊 啊 贪嗔吃 是三善道 三卧道的分水林 人要真正相信英国报应 贪嗔吃 自然就会放下 为什么呢 用贪嗔吃的手段 不能改善自己 啊 只有 用界定会的方法 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 能够帮助自己提升 啊 包括世间人说 求公民 求富贵 都从 断卧修宣 你才能得到啊 啊 绝对不是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啊 用贪嗔吃慢 可以得到 没这个道理 好